第一次參加哲學星期五的 有沒有話要舉個什麼 有有 還是有的 那我還是大概講一下說 哲學星期五在做什麼 就是哲學星期五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就有一群人在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去玩一些什麼事呢 談一些具有公共性的一些議題 我們可能談所謂的很政治的東西 例如談青年參政 那我們也會去談一些所謂的普世價值 我們上禮拜談到了所謂的酷刑 那我們也談過所謂的死期的存費 或者是談一些在地的議題 例如我們前一陣子談了台中的大杜山 大杜山上有一片的樹林 那台積電他們要來做擴廠的動作 那我們也去談說擴廠跟所謂的環境 科技的發展與環境的衝突 那這些其實都是哲學星期五可以談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希望能打造這樣子哲學星期五 這樣的一個空間 當然我們都會說哲學星期五其實在聚集一些寂寞的靈魂 寂寞的靈魂會在那邊聚在一起 然後可以互相的取暖 對 其實我們在以前 我們在面對這些所謂的公共議題的時候 我們很少有機會能這樣子聚在一起 然後去談論他 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可能往往我們都是聽人家講 聽所謂的政治人物 所謂的專家 去講這些公共性的議題 或是甚至所謂的政治 但是回歸到最初衷 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是誰 其實是人民 是每個公民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表達 對這些公共議題做一些表達 去表達你想要 你認同你心中想講的話 那哲學星期五是希望能打造這樣的一個空間 讓每個人都可以很自在的去表達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們雖然每個禮拜都會請一些不同領域的專家 或者是不同領域的學者來談論不同的議題 但是我們認為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哲學星期五的主體其實是坐在台下的各位 你們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所以如果對於我們的講者 你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見 我們也很歡迎你提出你的想法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對於不同的議題 相信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見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哲學星期五這樣的空間裡面 很自在的去談論這些議題 然後呢 我們也許可以找到這些議題的共識 那哲學星期五其實是由一群志工組成的 不管是在旁邊拍照的大哥 或者是在後面錄影的志工 或者是你看到頭影幕上面的這個banner 其實都是由我們志工來完成的 那這些志工其實都是沒有任何的資心的 那哲學星期五靠的其實就是這個 一柱箱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請不同的講者來到這裡 那這些講者其實也沒有收任何的 所謂的演講費之類的 那我們會補助他一些車馬費 如果他從比較遠的地方來 我們會補助他一些車馬費 那靠的就是各位觀眾 就是各位朋友的一些意註 那就是只是一點想心意 就是也是很自由的 那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哲學星期五的主角是在台下各位對不對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另外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等一下要做個自我介紹 對 那就是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啊 大家可以去提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來到哲學星期五 你是從哪裡知道這個活動的 那對於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啊 你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會想來聽 對 是走圖大港的風華與滄桑 我想問一下 這邊有沒有高雄人 或者是有在高雄居住過的朋友 欸 有嗎對不對 少數幾位 高雄人嗎對不對 不要躲 高雄人對不對 對 對 那 我剛才講說哲學星期五啊 會談一些具有公共性的議題 那今天其實講的是微旅行 所謂微旅行 就是微期的旅行 叫微旅行 就是 嗯 台灣啊 就會有一些 所謂的文青好像就是 會聽到旅行 就會想到去走一些 所謂的 有歷史 價值 有歷史性的建築 那在這些建築的背後 你可能不太知道它發生了什麼故事 那在這些建築裡面 你可能就會看到所謂的文創商品 那這些文創商品 到底跟這個建築又有什麼連結 你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 在這些所謂的 用旅行的方式 我們去看在高雄的 不同地方的這些建築 它的背後 有怎樣的公共性 從政治 從經濟 從文化 這些歷史的建築 有沒有怎樣的故事 是我們不知道的 那我們 直接 今天就從這裡開始 是第一次來嗎 好不要緊張 都可以都可以 舒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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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想說旅行 然後他又說遇上分析 又我想說 通常在玩的時候 都沒有注意到這些 就更深層的東西 然後說 這次來就是 來聽看講主說 這樣說去旅行的時候 也會更深一層思考什麼的 所以才會弄絕對 對 好 大家好 我叫林謙 那收到哲武的那個E-mail之後 我看一個連結 就是 今天的主獎 在國克蘭的那個 書的介紹 然後看了之後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厲害 你可以 可以做到這種 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些 一個地方的一些故事 那我看到說 裡面有 後面有感謝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 有一個 如何組成這個團隊 來幫助收集資料 還有說 不知道我們哪樣能找到這些資料 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介紹 那你今天有帶出來給 給作者先嗎 沒有 沒有 我有帶 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台中的國企 然後因為 之前有看過欣欣寫的這本書 然後叫打工漫習 然後就是覺得非常精采 然後就想來聽一下 還有就是 作者本身的一些更精采的故事 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這樣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建議員 第一次來 那這次來是因為報紙介紹 然後加上之前有聽過欣欣的演講 那就是 其實這個書我是 就是提供給今天來的資料 但是 我知道 講者的事情 就會想來聽的 非常幸福 我先跟她 抱歉一下 我等一下 絕對有事 可能會 你想得到大家會先走這樣子 抱歉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玉銘 我從那個北屯的四章子過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呂雪 我是從教育大學來 大家好 我是邵剛 我之前聽說那個 打工漫習好像是一本很厲害的書 就是他招想 然後就是不看不行 所以先聽一下演講之後 看有沒有機會來看這個書 好 我叫李玉 然後台中人 陰牆在主義 然後大學是讀江山大學 在高雄住過三年 謝謝 好 既然住了三年 就要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 欸對於高雄 沒有 對於高雄 有什麼建築事情特別深刻 會想要提出來的 有沒有去過 是不是 就是 那邊有沒有知道 因為已經過了演示館嗎 可是我三年都沒有進去 我三年都沒有進去過 我是在學校隔壁嗎 對 就是 那邊很多都是大陸遊客 還有 就很多人會去那個 蔣中正的那個習慣 也很多人會進去 就是那邊一個是舊營區 把蔣中正的習慣在我們學校裡面 謝謝 老師不想請你上班的書 大家好 就是我聽 我有裝一個哲武的AP 然後每個禮拜稍微看一下 有興趣的議題就會來 今天這個議題我想 跟旅行跟政治 好像滿有趣的 然後我剛剛 剛剛有查了一下 今天講者是新的 因為我去年11月那時候選舉前 我有看到那個 激進車裡 然後還滿認同這個團體 那台中現在狀況不好怎樣 然後我剛剛就是 也算是一個 意外中的時候的 驚奇吧 我說欸 信義耶 所以今天的演講 應該是會很精彩 他剛剛有講到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信義 很厲害的說家人 第二個是哲武APP 記得找一下 大家好 我是許若哲 然後也是台北人 大家好 我是博書 我是高雄人 然後剛好因為我 本身大學是學建築 所以其實 還滿想知道 關於高雄這塊地方 就是建築的故事 那你自己有知道什麼故事嗎 其實因為我大學是在北京念的 然後 回來台灣之後 現在在實習 之後是想要 因為高雄其實有很多日劇時代的 比較老舊的一些建築 但是主要都是 算是民宅 但是 有很多 現在不太被 就是沒有太多使用 就是很多其實居住空間 它現在變成一個 移動一個微小背區 然後等待 財團來收購 變成 就是觀光客來的時候 住進來的一些商務局 之類的 但是 其實作為建築學生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還滿想 用一些方式 或者是 做一些 就是 算是都更 還是什麼改變 就是從 通過了解 高雄本身 古老建築的故事 然後去做一些 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冠軍 然後只因為我喜歡旅行 所以就來了 大家好 我剛好上學 你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 我在FMP上面看到一個訊息 對 我這兩年兩三年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到一個新的城市 就會開始逛一些五四三的 像廟啊 歷史建築啊 五度之類的 這樣子 那可是 是 高雄這個地方 我一直沒有 好好去走過 這樣子 對 前陣子就是看到那本書 然後覺得 那本書 感覺還不錯 這樣子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接了一下 沒有 謝謝 謝謝 可是 這產品 都想吃到什麼 大家好 我叫陳賴 我後來一起 熟了 新桌花椅子 都還想要 放兩件 做什麼 高雄 大家好像是高雄 今天會來 是因為 是高雄人 看到跟高雄有關的經歷 就覺得 一定要來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一三 我今天知道這個訊息 是朋友丟訊息給我 我才一起來 我覺得 就是看到這個 這個表題 我覺得 發有興趣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孟娟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是研究所 讀台灣研究所 那本身在台中研究所 的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當志工 所以對一些文化的議題 很有興趣 那會知道 哲午是會之前有一次 聽中文報告過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報告過哲午介紹過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應該要來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 其實之前有看到 關於Fable Zone 證明的這個議題 可是還是很害羞 我想說我只有一個人 不好意思 今天九朋友來 對 那剛好又看到這一次的議題 就是那個 七要講的這個議題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們有賣這本書 現場 對 大家可以來參加 這樣子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宇晨 哲午志工 然後那個 現在傳下去的那個 資料版 麻煩大家可以提一下資料 因為我們就是每週都會 會寄那個 訊息 就是 這四組 本週主題的訊息給大家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主題 有興趣就可以過來一些 大家晚安 我是哲午志工信榮 然後今天 在 因為我是哲午志工 所以 其實哲午幾乎每一場 都 我都會到啦 那但是今天過來聽 新衣獎 這一場 對我來說 也有一些 特別的意義 因為 我當初之所以會來參加 台中哲午的職工 是因為 前年我先參加了很多場 高雄哲午 然後 前年的 十二月 我在 南之洛陀斯 彼此聽 新衣的演講 那 其實我對高雄 本來也沒有什麼 避遠關係 然後是因為 那段時間 參與高雄的哲午 所以 稍微有了解說 原來 什麼叫哈馬欣 然後高雄 這個城市的起源 大概的脈絡 所以 很高興今天 能夠 再次來聽 新衣的演講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哲午的事工 主要是負責 攝影 然後跟露營 那我 我今天才知道 今天的主題是 就是這個 跟高雄有關係的 那 其實我對高雄很不熟啊 我只有今年初 在高雄短暫 玩過半天 然後不過我想到就是 大概 九月的時候 我妹妹會去高雄念書 所以想說 正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多了解這個地方 然後回去跟我妹妹分享 這樣 所以也蠻期待的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你露營師 我是那星期五的露營師 各位 我在 我在 我一年 從六月份回家的時候 我在那 有很多人 走 用工業的時間 走 兩天 那天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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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 我走 所以 我本身 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要在高雄 尤其母娘做一篇 所以高雄對我來說 說很熟悉 也沒有很熟悉 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覺得在那裡生活 或是在那裡的朋友 覺得都到三年了 這麼多人 所以我確定我是很愛高雄這個地方 雖然有些什麼 我補充一下 目前其實他就是 有一位李小峰老師出一位消失後 發情營的 要現在再辦這個 就是孟泉 剛才說他補充的補充 這是補充補充的補充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個主題 就是城市而為語心 遇上政治閱讀 因為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好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 因為我們台中的 就是看Gabby 還滿在一起 就是文青很多啦 可是我們喜歡去旅行 可是我們去旅行 背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家比較少去探討這個 那我覺得今天真的很好 當好 一起他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高雄的經驗 那我覺得透過高雄的經驗分享 其實我們要來翻譯說 那我們台中 在這塊土地 台中這個城市裡面 台中現在也有很多的小旅行 那他背後 我們怎麼去認識台中這個城市 過去的 從日本的殖民的時期 統治的時期 一直到1949年 國民黨來台灣以後 這個城市又變成什麼樣的景觀上的改變 那他當中有很多的 歷史的一些痕跡都在裡面 可是我們怎麼去透過旅行的過程 去認識這些歷史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 尤其我們常常談到 轉型正義這個不可或缺的一面 可是有時候你透過旅行 就可以達到這些 轉型正義 也許是很嚴肅的議題啦 可是我們透過這些東西 可以去做深入的要求 好 還有沒有沒有字接到的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請主持而已